美國十四號表示 俄羅斯戰鬥機在黑海上空 擊落美國的無人機 公然違反國際法 俄羅斯表示 是該無人機動作角度過大 自己墜海 此事恐怕會讓兩國 已經因為俄乌戰事 產生的緊張關係 再度升高 美國歐洲司令部聲明 兩架俄羅斯蘇二十七戰鬥機 對一架在黑海國際空域 飛行的美國MQ-9 無人偵察機對撞 五角大廈譴責俄方行為 不安全不專業而且魯莽 俄羅斯國防部聲明 發現美國無人偵察機MQ-9 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黑海上空 朝俄國邊界飛行 該無人機硬達器關閉 俄軍為辨識入侵者派出戰鬥機 因動作角度過大 MQ-9進入飛導引飛行 失去高度並墜海 俄羅斯戰鬥機沒有使用 機載武器 沒有與無人機接觸 美國國務院召見俄羅斯駐美大使 表達抗議與關切 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表示 總統拜登已經獲報 儘管過去此類攔截並不罕見 但這次情況特殊 黑海是公海 美國將繼續執行相關任務 維護該區國家安全利益 莫斯科多次對美國情報部門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 空域活動表示關切 克里姆林宮指控美方與其盟友 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其實就是射入這場衝突中 美俄兩國已經因為俄烏戰事舉語 這起事件恐怕讓緊張的關係再升高 公視新聞黃明倫編譯